前文再續就書接上一回 逢侍夫人送贓的隊伍 延遍幾十里路 惡聲此起彼伏 此前萬天飛舞 遮蔽了半個天空 逢侍的墓地算在哪裡 就算在繼州 因為和林精爾葬在那裡 靈濟宏偉 寶頂高崇 逢侍的墓月 由越地義工那麼靚 墓地中也有牌坊 碑柳 石人 石獸等等 和新的墓墓也收好了 高大宏偉 人天和寧 亦都預製 其規模和皇寧不相上下 但是到底和新死了之後 有沒有份住呢 賣個關子 聽下去就知道了 今天說回逢侍夫人安葬結束之後 大家就翻花和府 又舉行非常隆重的儀式 點主 所謂點主 就在逢侍的牌位前面 擺上香岸 爭道排列兩旁 哀樂奏響 在天空中回蕩 逢侍牌位上的皇寺 點主節之後 牌位就送入寺堂 逢侍所居住的壽村樓當中 一切擺設照寇 而永遠不准再有人去居住 和身風身恩德 不閒就去樓中藤吊 追念故人 好了 下面說回乾隆的事 乾隆那八十歲差不多九十歲 那頭近的 人呢 但凡老的時候 就經常會想起自己小時候的事 乾隆一樣 他就回憶起自己十二歲那年 徐皇祖康熙大帝 來到舊衙門行宮那時候的情景 那時候是何等的輝煌 他回憶起在他七十四歲那時候 秦天 他住在桃花寺行宮 望斷西南盼著金川之翼最後勝利的鐵步 剛好在那時候 只見紅旗一點 自天邊而來 迅速揮入宮場外的柳陰 跟著又衝入行宮 這個是將軍阿貴平定金川的布折紅旗 而嘉慶元年春天 乾隆一樣騰槍遠望西南 但今次 千妙平坐的節報 遲遲沒有到 唉 真是慚愧人 清太常皇樂 千古江山英雄無力 尊重謀處 無借歌桌 風流總被欲打風吹去 乾隆一攀三年 但教費依然橫行在南方素產 嘉慶三年八月 當四川總督立保奏報 生琴教給易守黃三懷的時候 太常皇今次笑得出落 喜出望外 寫了一首詩來紀念大吹突吹 太常皇自出自雷之後 在八月十三日 在秘書山莊度過他八十八歲 萬萬壽聖節 然後回京師 嘉臨元明院 立功那天 回到紫禁城 又拆封了一個貴妃和方妃 十一月 嘉慶帝 率同皇宮大臣及各省督府 再三合詞呼請籌備於嘉慶五年舉行 九秦萬萬壽慶典 太常皇說 朕孤允所請 卻按康熙六十年 合前六八秦萬壽慶典之例被辦 太常皇指定由和身總負責 誰知太常皇身體入東之後 露態頓則 體質急轉直下 非常容易感風寒 立月初的一日 竟然暈了 雖然很快就醒了 但已有頭暈就經常發生 病情極不穩定 病情極不穩定 有時候夜裏身人不止 白天又平靜如常 有時候一早神智昏迷 到晚間又是清醒 十二月二十八日 太常皇在洪老寺 觀看了朝鮮和前羅國史臣表演的 遠朝朝參禮 二十九日 太常皇在松華宮的素方齋 全朝鮮史臣及前羅史臣的行李 什麽叫和身代問一下 國王平安府 朝鮮等國史臣說 平安 然後一齊設宴觀看集起 三十日 又在寶和殿 九州聖帝的年終宴 舊的一年過去 新的一年又到 初二那日早上 太上皇帝仍然盼問 剿匪勝利的節部早早到來 希望全部勝利的紅旗 早點飲入他的眼鏈 於是還寫了 《望哲》一首詩 怎知這一首《望哲》的詩 竟然成了乾隆的絕八 初二的黃昏 太陽就要抹入地平線 乾隆大帝即將走到人生的盡頭 他顏面浮腫 不斷地抽搐著 肯定是想張開眼 但無論如何都張不開 想開口說什麽 但又說不出 兩隻手緊緊緊地按住 貴士在旁邊的家兄弟的肩膀 旁邊站著大帆寓衣 再無回天之力 乾隆還想著他九十萬萬壽折 還想著他天威遠鎮 武功十全的黑黑工業 還想著微響七千萬兩百元 就沒有剿滅教匪的事情 還是他想著被他祖祖父皇后 責罵個香妃呢 這一切 他在離流之際仍然想著 乾隆尋涵於往時之中 他抱著對現實的深深遺憾 這一夜無事 平安過了 翌日 太陽正要升起的時候 王子王孫 就跪伏在乾隆的身邊 就在這陣子 突然間 乾隆緊緊的捏著家兄的手 那雙眼突然睜大了 滑到很遠 直直的看著西南方向 家兄第二天知道乾隆有話要說 於是洪馬去說 太上王 有什麼事要吩咐 我等粉身碎骨 赴湯道火 都會做到的 乾隆鬆開拿著家兄弟的手 一隻手指指著南方 狗狗沒有放下的手 嘴很艱難 讓他們動著 說不出一個字 家兄弟心如刀架 淚流滿臉 說 父王 你放心 兒臣一定會將百年教匪剿滅 隨後家兄弟率所有在場的人 包括和生在內 全部能跪在地上發誓 黃天在上 後土作戰 兒臣們一定堪命戰亂 此心人臣共監 太上王謹請放心 平臣等必盡力平定西南 早日將節部奏報太上王 若有不盡心者 人臣共激之 乾隆聽到這樣的說話 舉起手 一陣放下 抹開那隻眼 慢慢合起來 抹開嘴 亦都合上了 結果乾隆帝 未有活到初三清晨日出的時候 公元1799年的2月7日清晨 太上王乾隆 躺於帝國京城中的乾清宮 隨著乾隆帝的駕崩 一場飯店腹地的禁局變動就開始 早在乾隆駕崩的前日 即是初二那天 就頒負了早就已就的太上王圍告 初三那天清晨 大兄弟正要下月子告示天下 順手拿太上王的圍告看錯下 看見當中某些語句居然皺起了眉頭 為什麼呢? 因為太上王的圍告裡面寫著 以將喜事手翼 謹要國反聘連奏獲 其奔鎮火黨 亦可繼日成沉 立功在職 實際上 在鋪張粉色之語 家慶弟心想如今我正要雷尼風行整頓軍事掃蕩 教匪 怎能在親正的第一道遇子中 就有自欺欺人之縣? 他必在父親屍骨尼寒 他急於下召揭出戰亂的實情 更改太上王之說 恐遭天下非議 而且重將歸諸和身 京城中的軍權 全部都在和身之手 這件事做得太刺 鴻生不擦 唯今之計 仍然要先穩住和身 穩時間取冰權 屬稱京城中的黨羽 然後才做得大事 而做這麼多事情 他有自己親近 而且得公望重的大臣幫助之得 唉 如果阿貴還在生 憑著他的威望 可以興取和身之頭 而穩住朝廷 穩住軍隊和地方 可惜阿貴死了 朝中沒有像阿貴那樣的人 可以穩住政局 那誰可以依賴信任的大臣? 首先可用的 家兄弟想到就是董浩 這個人熟悉朝政 剛正不安 最憎和身 聽說他經常獨自一個人 在失蹤排會 曾經在直西裏面 抓著一條棍 猛打的台安 結果棍都打裂 這個明顯受和身的壓抑 要發洩憤怒的表現 而且 他曾經為我化解過險情 當年為朱桂的事 若不是他巧妙地說詞 我幾乎被太上皇痛斥 甚至可能引發更難以想像的事情 另外任用董浩更為有利的一點就是 他始終受父皇的信任 由父皇重信的大臣出面處置大事 可以找著朝中的元老 顯出和父皇政治的連續性 我看到這個運行的車 在鑽灣那時候不容易被人擦角 另外好像董浩一樣 一向被父皇重用的大臣還有王傑、劉勇 你們兩個人都是剛正不安 蘇富朝網 只是應該任用這幫老臣 穩定政局 等到政局穩定之後 再逐漸地由中央到地方便起用新人 家兄弟打算除了身邊的大臣要重用 王室、中春都要穩定 成親王永昇、成親王綿絲 平時和我最融合 他們兩個都最憎和身 可當大任 其餘王子、王孫都可以借風上來穩定情緒 家兄弟現在最信任的人當然就是他老師諸句 家兄在想 以上這麼多的人雖然是可依賴之人 但都不能對他們說出自己的心跡 也就是說不是自己的心腹 一論可以把整個心事都可以和盤托出 和他商討的人就只有老師諸句一個 但是現在正是國所期間 我如果立即叫他離京 會不會引起人家的非議呢? 朝野會不會有閒言碎語呢? 大兄弟想了很久 最後他問回自己 在這種關鍵的時刻 做事豈能夠猶豫排會呢? 豈能夠拘離於繁瑣的禮規 如擔之大事呢? 既然朱桂是最幫得我的人 是我的貢吻智羅那種猶豫嗎? 為順利地實現親政大業 一定要排除一切干擾 於是家兄弟馬上書順一封 朝令安徽巡苦朱桂火速進京 和家兄弟將一切考慮成熟 於是就落到親政之後的第一道聖旨 所有大臣都在觀望家兄弟的行動 當然最為關切的就是他第一道遇子 皇宮、忠親、民武、百官、愛國、使者等等 見到這第一道遇子 都以為皇上要沿著太上皇的道路走下去 朝局不會有什麼變動 當然有些高興,有些失望 這一邊和新福、長安、蘇寧、阿吳省、蘭等 一齊都密謀 也在觀望著家兄弟一舉一動 他們一致的意見就是 首先和外界各方面保持聯繫 其次注意家兄弟的任何舉動 特別是他第一道遇子 結果日出之後遇子落了 大家看到這道遇子幾乎是太上皇 圍告的重複 於是都很放心 皇上對太上皇尊崇備知 必然太上皇的混跡軌跡走下去 福常安說 只是這個詔書對教亂之事不著一詞 是什麼意思 而不肯定說 我想皇上還有一定堪亂的方略 不便說百年兵事 他之所以沒有一定堪亂方略 但是因為他不知道如何一定 就要請教各方面加以討論 而且現在最緊迫的是治喪大使 並不是百年兵亂 福常安說 在皇上所任令的治喪大臣 就可以看出皇上的任人心跡 那整班人正在討論 家庭的詔書又互落 和生等人大起過往 因為預兆中明顯地顯示 家庭弟所依賴的仍然是太上皇帝北的文武大臣 更讓和生這班人吃了定心丸的 是治喪大臣的名單 但一般來說 被任命為治喪大臣的人 一定是皇上的寵人 那和生和福常安不僅是十二個治喪大臣之一 而且和生位居各位大臣之首席 福常安都排在各位上書的第一位 和生等人的心裡 簡直好像一塊石頭落地 和生更暗暗自喜 暗中慶行 皇恩如此浩蕩 他覺得他一定會受到家兄弟的重用 成為兩朝寵神 這一天 嘉兄弟就召令和生福常安過來以示 那和生福常安你恩賢前往呢 那上書房成皇帝臨時的辦公室 裏面已經坐滿了各位皇宮及文武大臣 嘉兄弟的人齊了 這樣就說了 和生聖子 和生馬上站出來撲一身貴島 好啊 盧財災 你是大行太上皇帝的親神近臣 又是首席軍機大臣 立法為國家分球 正剛剛親政 注視依賴於你 喪時邁國家守務 特命和生主持一切 主持喪務之間 暫面其軍機大臣 副軍統領等銜 專心自喪 老財領子 復常安 老財在 父皇在日 你盡心服侍 浸甚為感念 望你盡心自喪 老財領子 家兄弟又吩咐說了 和生福長安乃是太上皇近臣 數十年來受父皇厚恩 七位父皇最寵愛已重之臣 法令你等 昼夜首席殯殿 望你等不負太上皇幾十年的厚愛 和生和福長安覺得家兄弟這種安排的情理之中 和滿朝文武中 乾隆帝幾十年來最寵壞的人 確實是他們兩個 既然受太上皇的厚恩厚愛無人能比 你當極守殯殿 他們兩個對家兄弟臨時解除的職務也沒有起疑心 甚至於按照清朝官庭喪禮 國喪日 連地方上至到大行皇帝升天的消息之後 都會停止辦公三日 因此 京城中在國喪日一般不理政務 以前在國喪期間至喪大臣被解職也不少見 因此和生和福長安兩人認為 暫時解除他們的職務並沒有實質上的意義 但是 是不是這樣呢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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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明天 再講 前文再續就書接上一會 但昨天講到 家兄弟借治喪之名 將和親和福長安的職務解除了 和親和福長安兩人沒有懷疑 因為他認為這些都是條理之中 今天家兄弟以堂皇的藉口 將和親和福長安懸禁之後 不讓他們和外界有任何來往 不准任何人和他們互通消息 那邊搞定了 那邊就開始動手了 有沒有動手呢 同一日 家兄弟有班子 任命成親王永昇 大學士董號 尚書慶貴為軍機大臣 那顏城 大渠鏗仍留在軍機處 聖住處公部尚書 寶寧城為英武殿大學士 慶貴為御前大臣 協辦大學士 書輪為利部尚書 從軍為護部尚書 富裔為兵部尚書 另外一個至為重要的職位 步兵統領以及建銳營火慶營的都統 還沒有任命 那對政治敏感的人已經感到 讓成親王做軍機大臣 一定就要進行一場朝政改革了 接著 家慶繼晉升儀君王永泉為親王 貝勒永倫為興君王等等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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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出暴君统领衙门及秦布五营的头目, 绵师说:"我明白皇叔的意思, 绝不会出半点差错。 他已经说:"皇帝, 你是要捉那个暗中之别。 家庆帝小事说:"不, 为时早了一点, 要做到水到渠成。 现在我严禁和身与外界联络, 暂断其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永世说:"好啊, 我要亲手刮出去。 家庆帝又说:"你凡事都要小心, 不要疏忽大意。 当晚宫中示威被绵师调换了一圈。 京城中的防务军事, 现在全部在绵师的手中。 一切安排就绪。 第二天, 即是初四那天, 即是乾隆帝驾崩的第二天, 家庆帝又下了一道渔子。 这一道渔子, 好像晴空中打了个霹靂, 震荡着北京城。 因为这次如此, 再不像上一次那样, 今次躁持之严厉, 令朝野震惊。 至此, 大家才看清了家庆帝的本来面目。 唉, 这几年, 家庆帝扮奴扮雅, 忍气吞声, 忍耐住,等待住。 哈, 这一日出之道了, 楊梅吞气的日子终于到。 他可以说自己想说的事, 做自己想做的事, 终于到了。 今天这份真正体验家庆帝心声的预展, 很长, 这里就不再读下去了, 但是我一路说下去, 你就会知道这一首诏书里面, 说了什么。 但是自从家兄弟这首诏书一落, 没有说看不懂。 这个分明就鼓励号召朝野一起, 打伐和身, 揭露和身。 诏书中说, 大兵的大臣及将领等, 全不以军务为始。 那他们为何这么囂張呢? 这就明确提出, 和身就是他们的总后台。 他又说, 这等以皇后年高, 为将吉祥宇入高, 这个义不是和身又是谁呢? 大家揣摸着皇上的内心, 已经是震怒无比。 这阵家庆已经四十岁了, 还有人将他当成幼主来欺负? 这个说话已经看出他愤怒到极点。 想想看, 又谁能够敢将他当成幼主欺负? 太上皇奉政之日, 其政务都被和身一人把持。 天下谁人不知, 太上皇重信和身越深, 皇帝肯定争和身就越厉害。 太上皇越是认为和身功高, 皇帝必定认为和身最大。 不除和身, 禍害无穷。 不除和身, 便天下难得安宁。 不除和身, 便圣照百年教的军贵何出呢? 这阵太上皇已崩, 皇上还有什么顾忌呢? 只是皇上这阵最需要人揭发和身, 他就很顺理成章地将其自罪。 于是, 即使王廉宣首核和身, 即使广泰光临到渔市广卿, 大学士流用等等, 先后便封章密咒, 揭发和身的罪状。 大兄弟或进一步放下文武大臣的思想包袱, 随后又如令说, 今后各部院衙门文武大臣, 直省督府等军营大兵大员, 凡有时者咒, 他应直达御前, 不必另有副本送到军机处, 九卿科道, 凡用人行政一切事务, 到何封章密咒。 这里愈止一出, 人们再没有什么顾忌, 残核和身和福长安的奏章, 好像说片一样集中到家庆帝的面前。 家庆帝认为时机现在成熟, 和初八个日, 即是乾隆家庆的第五日, 家庆帝以科道列款抖合的名义, 帝部和身和福长安下狱, 奪大学士和身, 尚书福长安的一体职务, 命令怡亲王永泉, 成亲王永星前往帝部和身, 命令郑雄旗护军刀统阿兰堡率军监守, 命永泉、永星、棉司、 立夫拉王多尔齐以及刘庸等号等, 对和身以及福长安等人进行审讯, 命和身、棉司、温布等抄和身福长安, 及家人的财产。 家庆帝这边在密合中古, 现在灵堂这边, 和身和福长安做深安理得, 在为乾隆守灵。 清朝皇帝大丧, 就是大丧义。 大丧义的主要程序就是, 小念、成福、大念、朝殿、 恩殿、啟殿、奉仪、初祭、逆祭、 大祭、徐福、周月祭、 常尊、日、妙號、 治祭、百日祭、祖殿、啟行、 安泰等等。 过程十分之繁琐, 不在一一进说。 在京的文武百官以及军民, 二十七日内, 雖习贯英穿素服, 每日还要到大行皇帝的牌前, 朝夕哭两次。 皇帝的丧义如此繁琐隆重, 必须有人终日守在灵前操办一切。 而且在此期间不准办公。 因此和身和福长安在乾清宫中的日夜首席暗殿, 所做的事是零射多, 亦没有什么对外界喜而心。 何况家庆帝都展发成福, 以上书房作为休息的场所。 上书房作为乾清宫的左側。 家庆帝就在那里休息, 每日两次按时到殡殿上哭拜上香。 殡殿逆设在乾清宫。 和身见到家庆帝日日走来哭淋, 他自己都很恭敬。 他怎会想到就在这三四日当中, 外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到了初八那日, 家庆帝一样去殡殿那里哭拜上香。 拜完之后, 和身和福长安就向皇上行贵安礼。 家庆帝呢, 哈! 他是不怒声色的, 好像王阵那样接受其安慰, 然后回到上书房走了。 家庆帝刚刚走, 这边几个侍卫等不等身进来。 和身一看, 和身一看, 他共存了得。 竟然士卫大刀大刀大刀, 在灵堂行来行去, 便大声说了, 方氏, 在大行皇帝殡殿浸淋, 如此无礼, 随意走道。 唉, 怎知道的士卫说了, 和身不得无礼, 有盛子在此。 和身一听, 哈! 你不要听错啊! 接着的预感到事情不妥了, 但口里面还有一叉咬我, 大胆! 我和身的名字是你留个叫的吗? 他怎知道那士卫, 是咬一声, 拿出个圣子? 和身看见圣子盗, 只为一扔一声跪下。 那个士卫在读, 和身希望善尊, 情緒重大,著迹隔迹,所交刑部嚴審,因此。 我聽聽,嚇到五雷光頂,目燈口外,雲飛狗燒。 他還未在驚醒中清醒過來,都未搞清楚是什麽回事。 他已經被一個示威叫著拖著去,而那邊的福祥安早已嚇到雲不附體,也被兩個示威衝上去,架著出去。 在殯殿逮捕大臣,而且在皇帝剛過身第五日,歷史上恐怕只有家兄弟一個。 乾隆若果全下有之,就不知在何上額。 家兄弟逮捕和身,真是不愧是殉女不及掩耳。 同一時間,只是初八那天的早晨,這頭就拉緊和身,而那頭呢,正親王暴君統領綿絲,率領將和府藤藤為主。 永聖率領示威衝進了和府,和身府上的那些復人,上前渴著他, 誰知都未渴,被那些示威捆綁加上。 永聖率領進去念聖誌,聖誌一讀,和府上下就連續一團, 有些正在吃飯,嚇到連飯都拿出來。 其他士兵,倚弦比頓反送,說他們叫那些常仙鄉爛 conver socialsrz ow years are today 有些小妾正在 App in the Spanish Up accommodation, 知道消息後,嚇到奇遞騰,連頭髮也縮不直, 有些腳快點,趕快衝到公主的虎上就報信, 鳳神人就聽,嚇到雲飛天外,得清醒過來了, 還未向公主叩頭,求他想辦法, 怎知過了一陣,風身恩德也被侍衛帶走了, 故倫皇后公主反而比較鎮靜, 他早就知道這一日遲早都會到, 不過就想不到在父皇緊的駕崩了五日, 家慶弟就動手,這陣子他來到家慶堂, 永昇就站在那裏, 皇后公主雙膝跪倒,嚇到永昇立刻把他扶起, 就說,姑娘妹妹快快請起,又話直說, 皇后公主站起來說, 和身,聚在不泰,其家都應該抄沒, 但做妹的還求皇兄善待家人, 約束手下,她要太過無禮了, 妹妹放心,你當如此, 這陣子棉師一來到, 見到顧巧倫公主在那裏,馬上跪低請安, 應聲就叫棉師約束一兵士, 那麵師在叔叔和姑姑面前唯有照辦呢? 永昇就說,該逮捕的必須逮捕, 該看管軟禁的必須軟禁, 所有家人親戚不得隨意手動, 不得相互串連, 審理清楚之後又皇上發落。 公主又說, 那麽這個當然呢? 和孝公主在青年鬥寇等人的跪球之下, 帶了四個侍女, 坐車來到宮中, 那宮中侍衛見到是和孝公主就沒有阻他, 任由他進去, 公主來到上書房, 合一聲跪在家兄弟面前哭著說, 請皇兄看在大行太上皇帝的面上, 對和孝酌寬容處置得慢。 家兄說, 孤倫公主, 你豈不知和孝貪污中寶, 富裕皇室, 豈不知他此將太上皇故寵, 飛揚拔戶無視朝綱, 豈不知他網絡私人, 無憾異己, 豈不知他客購軍響, 善壓軍部, 忠任剿匪諸長胡作非為, 如此大奸大惡之人若不及早剷除, 國有靈一虎? 大行太上皇帝林中前所足之大業能完成虎? 一極話問到公主啞口無言, 公主唯有淚流滿面, 懇求皇室善待家人。 家兄弟逮捕和孫的同時, 大將奇古地佛達起和孫來。 家兄弟說, 今和孫罪情重大, 並經科盜諸神列款參仇, 實有難以克泰者, 時已即將和孫隔斥難問, 雷烈罪狀, 突如終之, 除交在經皇宮大臣審定之外, 著遇各督府, 特將指出和孫各款, 應如何以罪, 並此為有何款職, 居實覆舟。 朝廷見到和孫大勢已去, 爭鮮恐後地揭發和孫的罪狀。 一些舊底哀然奉承和孫的人, 這陣被和孫落井下石, 於是和孫的罪狀, 一條一條一條爭奪。 與此同時, 綿恩等人, 一處處一雙雙一健健地 清理著和孫、福祥安以及家人的財產。 各地查抄和孫、福祥安家產的奏章, 清單陸續送到家兄弟的面前。 和孫到底有多少家產? 我略略跟各位說一下, 因為全部要讀完的話, 起碼兩天都說不完。 查德和孫花園, 即是屬春園, 內訪一千零三間, 由國樓台一共三百五十七間。 漢院內監十名, 家人南虎二十八名。 和孫院內金銀器銘清單, 金小魚耳一對, 金果九個, 金盆十三個, 金箱松石盆兩個, 銀盆二十件, 銀壺三件, 銀渣斗十五件, 銀竹台一對, 銀茶盤六件, 銀茶碟四個。 那查抄和孫, 以及家人流傳等資產, 所有查出和孫家。 銀兩平金三萬三千五百五十一兩, 乃三百一萬四千九十五兩三千三分, 已交廣署司收合。 亦經咒文在案, 逐查出和孫借出本銀前所開檔鋪十二座, 及家人流傳, 祖印胡錄自開合夥開檔鋪八座。 亦經咒文在案, 神等至精月初八日起, 日今查得和孫, 契至取租房計一千零一間半, 取租地計一千二百六十六項, 通計價銀二十萬三千三百兩零, 價錢六千一百點零。 此外查出和孫, 應出追本利銀二萬六千三百十五兩, 並自傳大車八十兩, 每兩銀一百二十兩, 共發出車價銀九千六百兩, 新級國戶領辦, 今日在國戶名下, 追出二兩半銀三千九百六十兩, 常有未經交出銀五千六百四十兩。 除了金銀飾物之外, 還有和身在各地的土地、房屋、衣物等等。 肉之厚事如何呢? 明天再講。 全民再續就書節上一回。 昨天說到, 家兄弟派人抄了和身的家。 發覺除了金銀首飾之外, 還抄了和身在外地的土地、房屋、衣物等等。 他所貪贓回來的東西, 如果要講, 真是三天三天都講不完。 下面跟著說, 家兄弟如何處置他。 家兄弟看到很多官員抄了和身、 劉全、福祥安, 他們家報回來的奏捷, 以及市民看完之後, 真是觸目驚心。 看到對和身家產的估算之後, 更加驚心淡調。 因為茶召的和身家產, 一共編為109號。 這個Number這樣計算。 除了金銀銅錢之外, 其中的26號, 估起價來, 已經值兩億三千三百八十九兩。 另外還有83號都還未估價。 如果估計, 按照這樣計算, 差不多有九億兩。 而當時整個國家的每年收入, 只有七千萬兩。 那和身的家產, 剛剛相當於朝廷二十年收入的一半。 你說家兄弟, 就是剛剛上台的皇帝, 看到這樣的奏捷, 有什麼發展不令人心驚淡調啊。 好了, 家兄弟看完奏捷, 就親自審問和心了。 這一日, 家兄弟高高坐在刑部的大堂那裏, 兩邊陪審的有親王永璇, 永昇綿恩, 勒芙拉旺多爾多齊大學士, 王傑董號劉勇。 今天會審和心呢, 家兄弟無比高興, 他又趁眼看一看這個, 昔日至高氣揚不可一世, 為目凶一切的奸臣, 現在怎樣派在自己腳下的狼背上, 淒慘上, 可憐上。 那明星呢, 也都好像家兄弟那樣, 因為昔日他們兄弟幾個, 以及兒子, 雖然貴為王子王孫, 但是, 飽受和心的管束, 甚至侮辱。 那個和心, 滿日都在想死計, 今天要懲治哪一個, 明天要打哪一個, 他說打就打。 現在呢, 他整個街下之籌, 明星心想我要好好地羞辱他一番, 今次王傑董浩劉蓉這幾個, 和和心明真暗鬥了幾十年, 今天, 逐致勝利, 自己成了審判者, 高高坐在皇帝身邊。 如果阿貴永貴他們仲在山的話, 和王傑等人的心情是否真的一樣呢? 會不會跟他們一樣欣賞敵手的失敗呢? 好了, 家慶第一聲, 大和心, 和心是帶了進來的, 所有在座的人, 無可心來驚動。 因為和心進來的那一撒馬, 即時成了大廳位置一輛, 和心是沒有戴帽, 一條烏烏烏的媽便, 一絲不亂就垂在背上。 他只是穿了一件甲蠟, 但又更加顯出了欣詳不挺的身姿。 只見和心, 昂首挺空進來, 雖然是五十四個人, 沒有絲毫過老泰, 只是比往色多了成熟和威嚴。 他的臉上沒有一點的皺紋, 仍然是白淚透紅, 只是比過去多了幾份負財。 額頭上那顆紅紙仍然是這麼紅潤。 和心來了, 冷靜靜站在那裡, 看著台上的人, 奧視政眼前這群人, 他真的不甘心做他們的街下囚。 當然, 他更加不能夠在自己的敵人面前, 顯出萎縮、膽怯, 和哪怕屍容的退輝、 鬼魅。 他不能夠用這群人化意於自己的失敗, 自己往日的疏忽和婦人之人。 那大堂上的人被和心周身清洩出來的威氣和奧氣震懈了。 果然大家很久都沒有出聲, 就是家兄弟清醒了一個渴, 華親! 為何劍振不敵? 華親沒辦法了, 啪一聲跪下, 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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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了三個響頭, 然後大聲說, 奴才拜見皇上, 賀皇上親政, 祝皇上萬壽無疆, 更佩服皇上雷利風行, 處是英明果斷。 奴才想, 太上皇在天有靈, 一定會對皇上所為感到喜悅高興。 大慶第一天, 又是火鍋, 他最怕人家說他在國喪期間不顧禮儀, 逮捕或者審問和親。 現在見到和親徹竅的短, 正想發作, 但他是冷靜下來, 冷笑說, 哼! 和親, 你貪裝枉法, 所犯罪惡, 輕足難書, 不是老實交代, 警務絲毫悔意, 以為街下之仇, 仍要莊無作樣, 臣是寡念, 才似乎極點。 和親直接跪在那裏, 邀割了幾硬朗, 突然之間, 目光如矩, 直往家庭望過去, 看到家庭心裏一眼, 然後和親說, 皇上是要奴才親口說出, 我失敗了, 是不是? 好, 沒錯, 我失敗了, 你就是慶賀勝利的時候, 那個綿人的旁邊都看到, 哎呀,你這麼囂張, 火滾了, 大聲說, 示威何在? 啪! 掌嘴! 示威走到和親面前, 照著他的嘴, 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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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右開工! 嘩! 啪! 啪! 至成回蕩在空曠的大堂之上, 這陣和親尾桃都沒有受下, 叫一叫嘴角的血屍, 未笑著露出那陣黑黑的牙齒說, 方向, 奴才有什麼罪? 你們審判呢? 面一說, 現在查偷你的家產, 發現你家府帝中有藍木房屋, 並有多寶角, 其適養, 其適養, 在仿照零售公安設, 如此大膽, 示何虛心? 和親知道這樣的事, 是明擺著騙不過的, 於是回答, 奴才府內, 原來不應該有藍木屋, 多寶角, 以及隔斷飾養, 在奴才打法太監, 枯實圖, 到零售公看完飾養, 分來仿照蓋造, 至於藍木, 都是奴才自己買的, 玻璃柱子內陳切都是有, 都是奴才胡逃該死。 大慶祭見你他開始認了這個問, 現在抄出你家所藏珠寶, 盡情珍珠首寸有二百餘寸之多, 大慶所處珍珠, 上只有六十餘寸, 你家竟然比皇家多三倍, 並且你又有大豬一伙, 竟然比浸冠上的蒼蠅較之大豬更大, 還有, 你又有珍寶石頂十餘個, 並非你英大之物, 何以收藏儲存那麼多? 你家又有整塊大寶石, 更是不計其數, 這些連內幕府都沒有, 這個難度不是你貪獨的證據嗎? 我真的想了, 這些如果自己認了, 就真是貿易的罪名, 可以將它抵賴給那些死了的大臣身上, 開港又說死無罪證的嗎? 於是回答便說, 珍珠首寸, 有福康安, 海南撻, 李氏搖比的, 珠寶我記得只有一個, 也都是海南撻送的, 可能還有一些小一些的, 給了福康安, 只有幾個, 至於大珠頂是奴才用四千兩銀, 吸核零垃爾登布代賣, 也有福康安, 海南撻的, 雙珠大頭, 是木頭額比的, 藍寶石大頭, 是虎剛比的, 劉蓉這陣子插口說, 首理家中, 竟有這麼多銀子, 初步查清, 你家有二兩平金, 三萬三千幾兩, 銀子三百幾萬兩, 你家有很多店舖, 不是受賄, 從何而來啊? 和珊見到劉蓉說話, 挖一挖他心想, 哼, 對這些不明收入, 能夠賴就賴, 能夠賴就賴, 賴不到的就最好認呢? 和珊說, 家中的銀子, 有利暴郎中和精額, 在奴才女人死的時候, 送過五百兩, 連太上皇皇上都賞賜給奴才一些銀子, 另外人住, 伊寧哥都送過不計其數, 其餘送人的人很多, 至少百兩, 乃至千如兩, 實在難以記憶, 另外, 宿親王領石雜著那陣, 那時溫住有繼承的松宣, 領石是溫住的宅子, 恐怕不能夠雜王, 曾經被奴才, 前外抱面房兩間, 其他的事, 不記得按清了, 家兄弟就說了, 和珊, 上皇冊封皇太子之前, 亦送給朕玉如意, 是何用之一? 和珊那方面, 和珊一聲白了, 他的身體好像縮小了一半, 他就不是適於家兄弟的威嚴, 而是痛恨自己無能, 痛恨自己眼光短淺, 他痛恨自己, 為何會連家兄弟當時的內心世界都看不出? 家兄弟就說了, 朕問你是何用之一? 和珊這陣子的精神徹底摧跨了, 他兩眼外跡, 臉色慘白, 額頭上的紅紙已經變成灰紫色, 他痛恨自己, 竟然連這個家兄也鬥不過, 和珊就說了, 六十年九月初二日, 太常皇插封王子的時節, 奴才選送如意, 洩露旨意, 這個是有的, 家兄弟看到他承認了, 乘性追擊就說了, 太常皇病逐一陣, 你竟放肆地向外言人員洩露病情, 談笑不公, 可有此事, 和珊一聲, 再跪不住了, 整個躺在地上, 他心想, 原來家兄弟時事在暗中批示著我, 而我呢, 反而認為他是一個諸事懵懂的書生, 他對我了如指掌, 而我想盡辦法, 都沒有探知他內心的傲備, 唉, 我多愚蠢, 愚蠢啊! 和珊現在有氣無力地說, 太常皇病的時候, 奴才是將宮中的秘士向外言人員透露過, 這個是有的, 當和珊想到自己在寧堂中那種可愛樣, 自己在乾隆的寧救旁邊做著美夢, 想著自己對當時的處境, 竟然毫無察覺, 啊, 這隻他突然間, 撕扯著自己的頭髮, 撕扯著自己的胸口, 而咬自己一口, 家兄弟見過這樣, 馬上叫示威, 把和珊抓住, 家兄弟徹底勝利, 他心想, 誰笑到最後, 誰笑得最甜, 接著, 和珊就一一招貢, 他說, 太常皇所批如指, 奴才因字跡不太容易認識, 將其斬尾截下, 令以進程, 也是有的, 因喜愛出宮女子貌美, 納取作協, 也是有的, 去年正月十四, 太常皇召見時, 奴才一時急迫, 騎馬進左門, 至瘦山口, 勝於勝於, 無父無君, 莫此為甚, 奴才罪該萬死。 奴才的家資, 金銀, 房產, 現奉茶鈔, 可以查得來的, 至於銀至約有數十萬, 一時記不清數目, 實在沒有千兩一定的元寶, 也沒有不一枝, 麥一合的暗號。 蒙古皇宮, 袁鴻玉子是, 不出斗的, 不要來經。 奴才決定改為, 無論是出過斗, 還是未出的, 都不來經。 奴才未能養體皇上聖意, 太上皇帝六十年來, 付出外凡, 心人厚責, 我是蒙古元該來的, 都是奴才糊塗該死。 欣腰腿痛發作, 我有時成小夕日大內, 也是有的。 軍部到了朝廷時, 我遲遲不積帝情, 也是有的。 蘇寧柯年過八十, 兩二重聽, 數年之間, 由倉庫侍郎用至大學士, 刑部禮部上書。 這是奴才糊塗。 立寶是阿貴寶的, 不如奴才相干, 至伊尼君寶寧聲秀協辦大學士時, 奴才因是邊疆種地, 因此奴命不照來經。 朱桂以前在兩港總督內, 因灰倫參奏楊道安內子降調, 奴才實不緊阻仰。 前年管理刑部互報時, 原叫管理互報緊要大事, 後來奴才一人把持, 實在糊塗乖死, 至福長安求保山東詩書地, 奴才實不記得。 吳散蘭、李環、李鮮文都是奴才家的師父, 至於吳散蘭聲名浪跡, 奴才實不知道, 只求問他就是了。 這些都是和申自己招供的。 嘉應帝在審問和申的過程中, 他忽然間意識到一件事, 什麼呢? 和申和他父太上皇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和申的問題揭發得越深入越多, 乾隆則越難持其咎。 所以嘉慶帝在通宇內外大臣繼續揭發的同時, 他特別強調說, 和申的問題如能及早有人參合, 皇后一定會將和申處以重點, 將其成之以法。 但很多年來, 竟沒有一人彈劾和申, 竟沒有一人正面奏及和申的事情。 這樣做, 表面上好像是不奴犯勝身, 實際上是畏懼和申, 既善和申, 而其不可結舌。 嘉慶帝將乾隆的責任開脫出來, 維護皇權的尊嚴, 而將責任推向朝臣。 朝臣心裡要問, 皇上, 你終日在太上皇身邊, 清靜三年, 難道你不知道和申是何等樣的人? 身為子君, 彈劾和申更是義不容辭, 你為什麼不去奏命太上皇彈劾和申? 又不是一樣害怕他? 明眼人現在看到嘉慶帝性格的另一側面, 他只不過是乾隆第一個複製品, 雖然暫時大刀闊苦地情治腐敗貪污。 嘉慶帝感到在和申的問題上不可糾纏, 要速戰速決, 要不然會挖出很多內幕。 於是急急地, 在正月十五, 綜合科道讀府的檢舉, 又根據連日抄出和申家產以及審問的資料, 公布了和申的二十大罪狀。 二十大罪狀公布之後, 大學士、九兄他們就請, 將和申按照大清律例寧遲處死, 復長安叫憑黨律以斬, 就地征發。 沙兄弟對和申恨之入骨, 幾十年以來, 特別是登基那三年以來, 無時無刻不想殺他。 現在親征的, 一切做得如此有條不紋, 如此順利, 家兄弟打算對和申的處以極刑, 哇!殺自! 然後, 陳遂施於街市。 今天封身恩德和封身而眠, 都被隔離審查。 今天聽說, 要寧遲處死和申, 兩人驚恐無比, 但又出手無策, 只是覺得自己在世上的時日, 都不會太久了。 寧遲處死和申的消息傳到和申府上, 輕連他們披頭散發, 六臣無處, 像個瘋婆一樣。 是鬥寇和和孝倫公主的出奇地鎮定。 在這個家庭, 吐崩瓦計, 昏慘慘, 似爭將盡的時候, 只有和孝倫公主, 很淡定地處理自家裡的一切事務。 他一個人獨立地支撐著整個家庭, 他一個堅強和言德無與倫比, 讓人難以想像, 他是出於帝王之間。 今年的和孝倫公主, 帶著侍女又來到宮中, 他又一次跪在家兄弟的面前, 哭綁瑜了。 到底他會說些什麼呢? 家兄弟會不會避免他呢? 各位, 肉之後事如何? 明天再說。